嫩绿茂密的叶子 长长的树干 还有像八爪鱼一样扎进贪图的树根 是生长在热带海岸最高潮线的红树 走在步道上 夹到两旁的植物是全马最大面积的红树林 光大的红树林默默的孕育着这片土地之余 还给探窑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碳伐之后的红树将会由船只运往碳窑工厂 而这条河就是运送的主要水道 首先要制碳 碳窑可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工人们用一块一块的红砖剔成圆顶形状 之后再用黄土盖上 之后再把红树桶以站立的方式摆放在碳窑里 接下来再把木材放进这个小小的窑洞口 用熏烤的方式将树桶的水分蒸发 我们的火纯粹只在前方这个地方烧 我们提火烧我们不是要它的火 我们是要火产生出来的热 在那个时候如果的火候掌控的不好 遇到外面的风跟阳气跑进去 它唯一的损失就是上面碳会着火 不止火候掌控要讲究 就连在观察制作的过程也非常好功夫 除了要用眼睛来区别烟的变化 用温度计来测量碳鸟里面的温度 最传统的还要会用鼻子来嗅出碳鸟里的味道 它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酸 一个是香 嗅到一种某种程度的酸度 我们大约知道它里面还有多少成分 老哥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摸索这个味道 不是说你要学就有了 我每天我可以讲这十年里面 我每天都在摸索它的敲门在哪里 这门碳鸟生意走过了七十载 但在何老板看来 碳鸟业始终是一个西洋行业 在不久的未来可能就会走向没落 其实我们是第一代出口 日本公司在收购也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这个行业是比较辛苦 用的劳力最多的一个行业 现在本地人就觉得 他里面去做别的工作也 又清清洁洁洁这个又属于这么肮脏的 我儿子不接别人的儿子会接啦 到了他们大一点呢 技术可能会教给他们 教他们怎么运作怎么做 到时接不接手看他们的效果 我目前这一段来讲 我现在也差不多 我有一个功能是属于标新的 或许我会顺利一个比较信任正的功能 一块块的树桶象征着碳鸟业的兴衰 烧得再火红 最后也只留下灰烬 但是一步一脚印 才知这些灰烬的后人 正在烙印着碳鸟业下一代的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